作词 李宗盛 更是开通频道会员功能 点击简介下方的链接加入 解锁更多福利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 题目叫做 采访一百位离婚女人 揭露那些对老公死心的瞬间 第一个就看哭了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突然对另一半死心了 决定离开她了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有个高赞的回答是这样说的 那一刻没有恨没有爱 没有大哭大闹 没有肝肠寸断 不要再顾虑很多拒绝一些借口 剩下的心如死灰的平静 你又是因为什么事情对她死心的 也有个高赞的回答是这样说 或许是她没有接听我的电话 或许是她打了我一个耳光 或许是她晚起了三分钟 总之是失望积攒得越来越多 于是那件事变成了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关于人与人的交往 蔡康永曾经做过一个比喻 她说人与人之间有一个情感账户 每次让对方开心 存款就多一点 每次让对方难过 存款就少一些 如此看来 当失望越来越多 情感账户里的存款也就越来越少 两个人的情感呢 也就走到了尽头 一 文文说原谅了出轨上瘾的他两次 这次我真的放弃了 我和老公结婚七年 其中他有两次后外情 我都选择了原谅 在我们新婚的第二年 老公频繁出差 被我觉察 异样 随后便在没来得及删除的手机相册 和聊天见面 发现了他出轨的真相 介意我处于怀孕中 担心孩子没出生就没有了完美的家庭 再加上我还对他有着很深的感情 便匆匆地原谅了他 回归的他和我的感情回问没有两年 他又一次出轨 被我发现 我真的很疑惑 我们的感情明明很好 是什么让他一次又一次选择 对婚姻不忠 他说的压力太大 总是想和我和孩子更好的生活 但是发现自己不争气 就一次次在别人身上找存在感 忧死心软的我又一次选择了原谅 终于在他出轨被抓的第三次 我提出了离婚 原来男人的出轨 真的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我不再有执念 我承认我失败 终究没有留住婚姻 办理离婚时的我内心平静的 就是一滩死水 第二位讲述着 失月 一件两百块钱的衣服 让我选择了离婚 我和老公结婚了十二年 他说过我是唯一一个 他想娶的女人 因为我善良好看 又会过日子 和我生活一定会很幸福 我承认这么多年来 一直被他这些所谓的夸赞我的话 洗脑 也一直做一个 亲戒之家的好女人 不买衣服也不买包 一个像样的护肤饼都没有 算即使吃喝 给孩子和老公最好的 然而大家都说我配不上他 其实哪有女人不暧昧 只不过是舍不得花钱罢 但是老公只会让我省钱 却从来不在自己身上节俭 穿得好吃得好用得好 我也多多少少会有些不平衡 但也不想和他计较 毕竟是我愿意对他好 但是去年我生日的时候 和我朋友去逛街 试了一件二九九的衣服 朋友说特别好看 我就买回家了 结果老公好地埋怨我 说我不会过日子 就是为了要面子 事情过去了好久 还一直在拿这件衣服说事 终于我爆发了 也认清了他不爱我的事情 妹子说 到底是我变了 还是他变了 我和老公恋爱七年 结婚五年 他曾经为了我 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 我也是为了他 只身引人来到遥远的城市 我们是朋友眼中的最佳情侣 是他们羡慕的夫妻对象 但是 婚姻有太多的希望 随之而来也会有更多的失望 婚后我们俩的相处模式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对我也失去了原有的耐心 我的撒娇在他眼里是胡闹 我想去找他逛街 他说老夫老妻算了吧 我想和他谈谈心 他说自己没什么好说的 几次三番下来 我一度以为他外面有人 但是并非是这样 而我也在无数夜色人间的夜晚 不停地反复问自己 是不是我的要求变高了 是不是我一直在逼迫他 但回忆每每涌上心头时 我都会很难过 因为的确是他变了 他变得不再爱我了 那份爱情没有了 上次在他拒绝我和他亲人后 我确定了自己的想法 也彻底死心了 不想再挣扎了 琪琪说 我败给了婆婆一点都不意外 我的婚姻维持了二十年后 因为婆婆离婚了 说了也搞笑 我坚持了二十年 最终还是败给了那个女 我的婆媳关系始终紧张 但是因为老公的爸爸 驱使得早 我们只能一起生活 为了保持家庭的 生活的幸福和和谐 我选择了一份很忙碌的工作 尽量减少在家和他相处的时间 而且赚的钱大部分都上交给婆婆 但是我做得再好 也无法感动打心眼里 认为我抢走了他儿子的婆婆 三天两头 婆婆都会跟他儿子告我的状 我也不想老公为难 每次都认错 不想做多余的解释 但是不久前 他跟我老公说我出轨了 还说他是亲眼看到的 我真的觉得可笑至极 我的身边朋友同事都没有男人 我出轨了谁 我始终搞不懂 他挑拨我和老公的关系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让孙子没有妈妈 还是为了让儿子失去媳妇 让我更惊讶的是 老公竟然相信了他的话 甚至要和我离婚 还在吵架时说早就忍够了我 说我讨厌他全家 瞧不起他和他妈 我被婆婆怎么误会都可以 但是老公这样对我 我真的无法忍受 二十年的婚姻 在婆婆的挑拨下就结束了 很多女人都希望自己永远 被另一半当做小公主 去宠爱和教官 但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式 以为自己可以永远地站在 这样的位置之上 从而被追求时的那份热烈和阴情 来判断爱人的诚意 但是后来 他们也在现实中 学会了自我安慰和坚强 对于男人的要求越来越少 可是渐渐地他们发现 爱早已消失不现 心死时刻却越来越多 男人在婚后总是和婚前有着很大的差距 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一 成熟度低 责任感差 大多数男人在面对感情都是幼稚的 他们的心理年龄低于实际的年龄的一半 平凡出轨的文文老公 用找不到存在感这样的借口 一丝丝求得文文的原谅 但其实他的出轨 就是禁不住外面花花世界的诱惑 完全是不成熟又没有对婚姻的责任感 而失业老公更是如此 他用传统封建思想 定义现在新时代的女性 与他而言 妻子是家里的保姆 而非是自己的爱人 他对待感情的心理是畸形的 可以说他从来就是没有任性婚姻 二 男女思维差异 男人和女人把感情放到了不同的位置 男人攻下一个堡垒后 就会觉得事情已经告一段落了 剩下的只需要顺理成章地相处就好 而女人的热情则是被 攻下的那一刻开始的 因此 女子会一而再再而散地认为老公变案 尽管婚前他们的那份爱是那么炙热 也都为彼此放弃了大好的机会 但婚后随着情感需求的变化 他们开始越走越远 越来越疏离 三 男性的情感特点 传统对男性情感的要求是内敛而含蓄的 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 并没有从父母那里学会如何表达爱 接受爱和感知爱 因此他们也不会懂得如何让爱流动 他们不仅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 而且思维也非常局限 父母之上 和父母出不好关系的估计就不适合了 所以结婚二十年的妻妻 也始终没有逃离婆媳矛盾 也没有赢得老公的信任 而老公的那句我早就受够了你了 也一样来自于他面对感情的愚钝 但我会加深 让矛盾升级 不论是男人不够成熟 还是他们的责任心太差 不论是他们和女人的思维差异大 还是他们的情感特点不同 总之 在一段感情里 女人会心思 会放弃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他们发现了 对于不懂珍惜的人 再多的原谅和坚持 都只能让自己 如提线木偶 一般被操纵 而他们最终决定不再原谅 也一定是积累了太久 太多的无力和失望 女人在面对男人的错误时 大多情况下 都选择惩罚自己 让自己深陷痛苦之中 而放过了那个犯了错误 而不自知的男人 但其实 男人应该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女人不该因此而痛苦 所以在面对失望时 女人有两种选择 需要我们冷静思考 一 找出关系失衡的原因 处理婚姻危机 亲密关系中 男女之间付出的不平衡 会直接导致关系失衡 之前 老公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渐渐地 她开始不再宠着我 惯着我 这些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生活的压力 与一日俱增 还是机型减少后的变化 把每一次失望 当作发现问题的机会 去观察 去沟通 去主动改善这些 重新获得恋爱热情 给男人一次机会 也给自己一次机会 二 聪明女人应该学会 及时止损 但不是所有的失望 都有动力变成希望 比如面对 平凡出轨的男人 我们每一次的 原谅和不甘心 都只能让自己在 杂草丛生的泥潭里 越险越深 人生最大的遗憾 莫过于放弃了 不该放弃的 坚持了不该坚持的 聪明女人 应该学会 及时止损 不要像七七那样 浪费了二十年 才看见一个男人 放下执念 不再卑微 不再委屈自己 才是明智之举 女人 离开那些纵然喜欢 却不懂珍惜的人 都是值得信心的事 人生短短数十载 最要紧的是满足自己 而不是讨好他而已 在亲密关系中 你不能控制一个人 也不能改变一个人 每个人能改变的 只有自己 让自己变得长大 你会发现 你想要的都不必争取 你失去的 都换了以另外一种方式 重新回来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会员朋友 夏和天 周美美 卢玉霞 米亚黄 洪欣妮 王子芳 黛玉 Sweetboard 凯琳 E NG惠敏 君君 舒英 李建安 对每篇的支持 欢迎留言 告诉我 你的感受 别忘了点赞 分享给你的好友 Facebook 也能和阿豪 私信交流 期待 与你相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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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